大家好,我是天鹅韋婷 今天天鹅不止开箱 我们要介绍的是《拯救童话》 这个作者,德国人,他叫做Kai 他很有趣哦,他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律师 但是他非常擅长把一些比较深奥的文学 转变成儿童童话 所以他其实已经出版了150种以上的儿童桌游 以及数不清的儿童童话 那今天这个《拯救童话》 就是他其中一个童话故事改编成的儿童桌游 他有12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 像是长发公主,小红帽,白雪公主 那这个游戏是合作游戏 只要大家一起合作,把12个童话收集完成 而且安全地逃离城堡里的花园 大家就一起获胜咯 那在这个游戏进行以前 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这个《拯救童话》的故事 他是说一个非常和乐的王国里面 人们都非常的幸福 因为他们拥有最棒的资产 心灵的粮食就是童话故事 那他们的国王非常的邪恶 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子民这么的幸福快乐 他们怎么可以拥有这样的宝藏 所以他就把这些童话故事 通通收集到城堡就把它烧了 最后这一本呢 他就很邪恶地把它撕成两半 然后洒落在这个 他的城堡的花园里面 那人民没有故事了 大家吃饭的时候都很无聊 然后家庭里面没有欢乐了 这时候就有一些很勇敢的孩子决定 我们要去城堡里面啊 把这些散落的童话故事收集起来 让所有的人都还有童话故事 可以分享可以听 再度拥有欢乐 孩子们呢就要在这个国王 每天啊在城堡外散步的时候 偷偷地前进这个花园里面 收集完所有的童话故事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看 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吧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游戏的设置 请把所有的零件呢 都从盒子里拿出来 然后放上这一块花园草地片 然后你要把这个花园旁边的小径呢 把它组起来 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皇冠图案的必须放在门口 然后国王呢请让他站在这个上面 那这边有一棵树啊 这个树你要放在这个门的斜队角 然后卡在这个位置 这个啊是孩子们从这棵树爬进城堡花园里面的路哦 里面有一片白色的 它两面都是白的 放在这个角落 接下来你要把所有的这个故事板呢 洗匀 然后面朝上的 分布在这个所有的地板上 再来就是这个草地咯 草地呢先面朝下 把这些故事给盖住 这样子就设置完成了 看看你是选哪一个颜色的这个代表你的小人偶啊 放在上面 我假设今天我们只有两个玩家 这就是他们开始的位置 因为他们从树上跑到城堡了哦 然后绳子呢 你可以先把这个树皮的底部啊穿过去 因为等一下只要我们每完成一个故事 我们就可以把它套进去 然后一直到完成所有的童话故事 在游戏开始前你要先确认一下这三格 确认它并不是同一个童话故事的图板 假设黄色玩家先 轮到玩家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推一格板子 但是你不能停在路中间哦 你要推到底碰到旁边或者碰到其他的这个草地 你可以推一片或一整排 但是你不能只推两片 你也不能停在路中间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黄色玩家他怎么选择 他现在这边已经有灰姑娘 然后七只小羊和这个薛猫的这个故事 那他如果只推一片 哇这个是七只小羊 可是七只小羊刚被盖住了 所以你会记得OK等一下七只小羊在这里 再选一排好了 那就是两张一起 哇他看到了这个灰姑娘的故事了 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照片 哦这是灰姑娘的上半不是灰姑娘的下半 所以这两片他找到了我们可以把它盖起来 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串到书里面 然后黄色玩家他可以选择把一块这个灰白色的地板呢 变成绿色 他要选这块因为在他的旁边 这样子他就可以前进一步 我们的目标呢是要走到这个大门口 只要你站在这边就可以离开城堡的花园了 国王你要走一步哦 因为国王在散步啊 那接下来换到第二名玩家 轮到他一样他可以选择推一片 或者是推一整排 但是假设他推这样子 哎呦一个不小心又推对了 白雪公主跟七个小孩人 再把它翻过来 那他可以翻这一块 好 然后他就可以走这一步 他们可以一起用最快的方式走出去 那白雪公主 哎 刚刚你好像已经串进来了 那再接下来如果是轮到他 他再试试看 嗯 雪猫跑一整排 OK 是青蛙王子跟雪猫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位置哦 OK 但是他这次没有办法完成这一片 所以他不能前进一步 国王也不会前进一步 Sorry 刚刚蓝色有完成 所以蓝色前进一步 所以你有完成图板 拿到一个故事童话 就可以前进一步 国王也要前进一步 但如果你没有翻到的话 你就记住刚刚你错误的地方是什么 下次记得翻到 那如果说今天你要推的这个图板上面有人的话 没有关系 你就把你的伙伴一起带走吧 因为有的时候啊 我们也需要靠这个推移 可以让伙伴更靠近门口哦 假设我们游戏已经玩到了最后 我们收集到了最后这个第十二个童话故事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串上来 然后你要把上面所有的灰色地板全部翻成草地 就变成每一片都可以走了哦 那轮到你的时候呢 你可以推一次到两次跟刚刚一样的 我如果推这一整排的话 我们推过去 然后你可以走一步 这样子黄色就已经到门口了 但是同时啊 在散步的国王 他也要走一步哦 接下来轮到蓝色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的 我们往这边 好移动了一次 走一步 这时候不能走斜的啊 虽然走斜的很快 可是啊 这个游戏只能走直的哦 国王又走了一步 好 假设蓝色轮到下次 他直接走就好了 因为他不用再推了哦 好 这样走回来 国王也还没有回来的话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这样子这个书皮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摆上去咯 让小朋友自己穿穿看啊 只需要这个手指头的小肌肉 告诉你的小宝贝 你完成了一本童话故事呢 这样子啊 孩子们就把这个童话故事带回去 他们的王国里面 又继续有欢乐哦 因为我不止开箱 我就介绍到这边 下次见拜拜